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紫藤八观》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是一关于风水的故事 这风水之说在现在的人眼里来看好像跟算命一样 就跟那个迷信画上了等号 但是我要在这说的 真正的风水其实是一门特别精深的科学 你们信吗 何为风水 从字面上来讲 人人都应该清楚 就是风和水 风为气 气又分空气地气 水呢又分活水和死水 那么也就是说 这风水啊 其实是一门集勘地和观气之术为一体的深奥学问 一个好的风水宝地 的确会对人们的这个生活产生影响的 但是至于说把仙人埋到极地 是否真的能够伏击后人 这个呀 也没人能说的清楚 咱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 大家信则信 不信呢 全当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笑料来看 看过狐狸故事的人呢 他都应该知道 这狐狸老家啊 是在河北京门一带 靠近大红山的尾脉 按照地形来说嘛 这地方属于是丘陵地带 小小的县城 周围全都是群山环绕着 八十年代初 改革初期 那时候改革开放了 全国各地大肆地修建公路桥梁 我家呢 也是顺应潮流 准备修建一条连同周边几个小镇的公路 那么这又修公路了 在我们那边呢 当然就得开山 因此这一时间呢 这个炮炸啊 挖泄挖 只为了囚禁效率 也不知道是毁坏了多少的文物 还有普通人家的那个坟墓 这个故事 也就是 我那年参加过修路的狐书 讲给我听的 话说那会儿是狐书二十几岁的时候 正值这个公路修到他们家的村附近 这个修路堆来到村里边啊 争劳力 有钱的人家呢 花点钱 也就是买过去了 但是胡叔家里边没钱呢 所以作为青壮年 自然那是给村子里边去充当劳力去了 排除剧也就是出工去了 不过说呢 好在这个施工地点呢 离家里边也较远 而且呢 还包着一天三顿饭 倒也是省了胡叔爹妈的 不懂不出少事 就这么着 这胡叔一路上 跟着人家去修路队去开山 在我们那儿啊 这山上啊 一般都是人家村里边的祖坟 你想挖人家祖坟 那人家不得跟你拼了命吗 这施工队对付这种事情呢 他有经验呢 能骗的就骗 能虎的就虎 实在的那种什么样呢 软婴不吃的那种啊 就给钱 但是就在胡叔他们 修到了一个叫曹家庄的时候 出事了 当天呢 这个施工队的那个帐篷还没扎稳呢 人家村长就带着全村的人 拎着稿头 铁锹 就干上来了 这施工队的领队的 马上就按套路出牌啊 先生跟人家讲这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后一直讲到这个 什么什么思想 口水都快干了 哎 用了好几招 可是这些个山野渔民 他听不进去 无奈之下 这领队呢 只好去找这个工头 准备带人来 搞硬的 谁知道呢 这一场架打下来 没伤到人家村里边半个人 施工队里边啊 倒是给人家干趴下好几十人 后来才知道 人家村里那些个呀 都是当年 跟过李先凌主席打过仗的 那些个队伍的后裔 这些人打起架来 一不怕死 二个个能打 一个能打着好几个 都不带吆喝了 并且说打起裙架来的时候 哎 那更是兵法式 一套一套的往外搬 你说这软的不行 硬的也不行 怎么办呢 后来一商量 工头只好是自认倒霉 赶紧的拨钱 消灾吧 可是当这工人 领人用麻袋 背着那个线板子 也就是线钞 到了这个村长家 想讲明来意的时候 人家还没等他开口呢 就从后院放出来了五六条 像牛犊子一般大的狗 直追的这个众人呢 连钱都没敢要就跑了 这上面任务完不成 也不行啊 这回呢 又是这个线路图上的必经之地 所以说这个施工队 就只好将这个情况给上报了 至于说后来 要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呢 胡说他们这些个虾兵小将 当然是不得而知了 只知道 当他们再去的时候 人家那村长 那叫一个热情啊 端茶倒水 他连声道歉 并且放出话来说了 就是让他们挖 而且随便的挖 想怎么挖 就怎么挖 本来啊 这就耽误了 不少工期的众人 一听说能开工的 得了 连夜就干吧 就从胡叔他们 挖到一棵 大紫藤开始说 说那紫藤呢 说来也奇怪 打远处来看的时候呢 简直啊 就能让人误以为 那是一棵参天大树 一般说这种野生的藤蔓植物 能长到胳膊粗细 就已经得了不得了吧 可是胡叔他们看到这个呢 就是跟一大树一样 遮天蔽日的 好家伙 绿昂昂的叶子是片片朝上 紫褐色的藤参呢 也不知道是经历了多少年月了 把这整个坟圈子 给趴得满满的 最后才顺着一棵老松树 一路向上 你说要把这么一个大家伙 给挖起来谈何容易啊 正当大家伙 跟那些个 这个紫藤干上劲的时候 胡说的一巧下去 刷的一下 山林里边的鸟 呼的一下 全都冲天气了 这阵长真的是 吓得众人直发愣啊 当时就有人说了 莫不是挖到山神爷的胡子了吧 因为在我们家乡那儿讲呢 这个山上的草木 都是山神爷的虚发 扯他妈多了 那他妈还能是真事啊 胡叔说的 也是 你说这都是那老人们 嘴里边的传说啊 哪有什么山神胡子呀 于是这众人呢 又开始挖起来了 一敲接着一敲的往下挖 很快啊 就看着下边埋着一口口的棺材 让众人更加惊讶的是什么 这些个表面上看起来 本来杂乱排列的坟墓 下边的棺材 竟然让这紫藤的根 梳理的是整整齐齐的 一看到这个场景 施工队里边一个略懂风水的人 马上就惊叫起来了 哎呀 造孽呀 这是紫藤八官啊 这村里本该出大人物了 啊 赶快给人家埋回去 但是呢 你说挖都挖开了 就算再埋回去 那那怎么可能埋得一丝不差吧 就这样 那地方这风水呢 就算是被破了 至于说后来呢 就忍忍猜想了 那这修路的线路图 到底是谁画的呢 为什么这么巧 它刚好就要经过 人家的这个坟圈子呢 该不是早就知道 人家这个里边风水好 特意过来搞破坏的吧 至于说这谜底呢 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现在啊 还有很多人懂风水的 特别是那些个 有钱有权的人家 啊 对这些个风水呢 更是遵从 之所以要让大家都以为这是迷信 那其中那道理 不用多说了吧 好了